今天用这个葱做了一个调水泡菜 开胃又爽口 非常的好吃 这个路边上煎的葱都一把盖着 不然不香 大家好 我是陈小锤 这个我们叫葱 也叫叫头儿 你们叫啥子 我们把一把给它清洗干净 家里面有剪刀的朋友可以用刀切 没得剪刀的朋友 直接把它剪干净 杆杆不要丢了 可以来炒腊肉也好吃 这个葱头我们再来把它清洗干净 沥干水 加一些盐 给它腌制一下 把里面的苦涩味把它撒出来 接下来我们来切一些配料 蒜把它切成蒜片 枝姜也把它切成片 这几天的小米椒好贵 简直吃不起 这个泡椰三角 连水一起把它切碎 吃到辣的 多放一些 吃不到那么辣 我们就少放一些 这个胶头 腌制一段时间 它会吹去水 我们把这个水倒掉 再把胶头 装入这个罐棍里面 没得罐棍的 也可以用不锈钢盆 再把我们切好的姜 蒜 还有小米椒 全部放下去 椰山椒 跟水一起全部倒进去 还要加入60克左右的冰糖 一百克左右的大红这一处 盐呢 我们这样再来两勺 再加入两百开 或者纯净水 盐过它就可以了 再盖上盖子 这样跟它摇混一下 再来放到冰箱 我们一般放一碗上 第二天吃就可以了 放到冰箱冷藏 它的口感会更好 药泡的胶头 叫隔夜泡菜 非常的脆爽 好吃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